百尊稀有分類呈現 結合前後台模擬實境 帶出指人記憶 國立台灣博物館 推出布袋戲風物 藕的故事藕來說特展 精選西田社捐贈的文物 與館內典藏 並邀請國保大師 陳錫黃團隊 演出半仙戲熱鬧開展 那我覺得西田社 這一次經過幾年的思考 能夠這麼大膽的 就把所有的家當聚職錢的 把他煎出來 那我記得領管長 真的很謝謝你 你派了那個方組長 還有一隊 好像談不到一個禮拜就OK 就拍板 然後就派人到那個 台北醫師大學 因為我們在那邊 放了大概八年左右 因為沒有地方置放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因為公家的博物館 我們現在在文化圖的支持下 有比較充裕的經費 能夠支持公家的博物館 能夠更深度的 那個廣度跟深度能夠雜根 這次很高興 那個因為西田社前年 他把他們的整個家當 都捐給台博館 一共有兩千八百瓶的布袋西友 今天也很感謝 順便感謝那個排員 排員也把他們那個整個 這個布袋西友跟蝴蕾西友 大概有一萬多尊 已經在四月全部進入我們的庫房 那我們正在進行整治當中 那從這兩批的捐獻給台博館的這個西友以後 台博館大概會變成這個布袋西友跟蝴蕾西友的重鎮 這個博物館 很重要的博物館 那我們從接收這批布袋西友以後 我們也請我們的研究人員 第一個步驟就先去進行整治的動作 那整治完以後我們會進行研究 研究完以後我們大概陸續會辦理課展 兩座布袋西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戲台也助力在展場中 彷彿回到布袋西輝煌時代 除了台上演出的故事 民眾還能看到做工精巧的偶人服飾及道具 如何製作穿搭及收納也一一導出 戲迷更可以透過數位互動設施 測出自己的布袋西角色 順利其境探索台灣布袋西記憶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